俄罗斯国防部8月11日公布了其在北极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的视频 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演习预计将持续数天涉及8000多名人员和数十个军事装备单位 包括一艘舰艇、军舰和多个空中单位 俄罗斯将其广阔的北极领土视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 多年来一直在该地区增强军事能力 这给西方敲响了警钟 据路透社新闻 一周前俄罗斯海军已开始在波罗的海举行预备演习 包括30多艘舰艇、20艘支援舰和30架飞机 约有6000名海军参与了此次演习